哈囉,大家好,晚安,我是Ru-chan 因為我的飛機霧點的關係 我晚上9點現在才到清廉旅館 現在有點暗,我去亮一點的地方跟大家講話 這裡有燈,我臉應該比較亮一點了 那我今天住的旅館呢,是這一家 Leste Sapporo 訂到這一家超奇蹟的 因為其實很多都已經被訂光了 阿達起演唱會太搶手的關係 因為我之前沒有付錢,所以我要在現場付錢給他 一個晚上是2160元 然後因為他有給我個鑰匙 所以會收鑰匙保管費,收1000元 明天退房的時候,把鑰匙的朋友會再把1000元退房給我 整體的話大概是這種感覺 其實還蠻大的,可以在3樓這邊吃東西 公務空間一進來就有今天的服務員有誰 然後因為真的太多人為了看演唱會來了 他們現在就在這裡看阿達起的歌 這邊還有很多雜謊的觀光資訊啊 而且是各種語言都有,像這邊還有韓文啊 中文就是都有 所以不管是什麼國家的人來住 都可以拿他們這邊這個檢章去看 知道去哪裡玩,然後安排行程 這邊還有桌遊耶 這邊既然有白夜行的小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白夜行 這一部是有點黑暗 但是蠻值得大家去看的也不具 大家可以看看,是東野廢物的作品 三樓這邊還有廚房啊 然後廚房裡面很多東西都可以用 像是有杯子啊,有馬克杯,也有這種玻璃杯 然後餐巾紙啊,跟糖,還有 這個是...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然後呢還有咖啡,這邊就有寫說 咖啡跟紅茶跟綠茶都是免費的,可以自己拿 那琉璃台裡面呢也有這種是 可能在剛喝完洗過的,比較時尚的嘛 可以為果然大家都選這種比較時尚的顏色 可是也有可能是阿拉斯 那陰景香代表說是紅色 然後香蕾雅汁是綠色 那除此之外還有烤箱 然後這裡也有碗 而且是這種木質的盤子很時尚 然後呢這裡也可以自己做菜喔 那我現在先帶大家去看一下房間 我的房間在五樓,所以要先去坐電梯到五樓 那我們現在到五樓之後 它每一層樓這裡都會有密碼鎖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 比起一般的膠囊旅館啊 那些輕旅都還要安全 因為我曾經住過那我是完全沒有鎖的 那我進去之後啊,是長這樣子 很漂亮耶,它是白色的 那我住在505號房 然後大家一起到我505號房看一下 我是505號房的A床 505號房裡面容納的七個床位 都是上下鋪 那我睡覺的A床很不幸的是在上鋪 行李箱可以放在我的床位下面的空位 爬上去之後是長這個樣子 富兒插頭有三個 很夠我這個電器過度使用者用喔 富兒東西有兩個衣架 床墊套、棉被、棉被套、枕頭、枕頭套 那我比較懶一點 床墊又直接鋪在床上而已 也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床位有多大 我一個人可以在那邊滾兩三圈 睡兩個人絕對不是問題 公用區除了三樓之外 還有十樓我也帶大家去看一下 十樓這裡分兩區 一區是比較合適日本風格的 另一區的話跟三樓比較像 雖然每一層樓都有廁所還有浴室 但是十樓又提供喔 吹風機的風量我自己用起來覺得算是蠻大的 另外還有投幣式的洗衣機微波爐可以給大家用 每一層樓的廁所門打開裡面都有三間 是免治馬桶先加分加起來 免治用起來痔瘡遠離我就不用怕痔瘡了 再來是淋浴室 基本的洗髮、潤髮和墨浴乳都有附 那也有抽風機所以不用怕浴室會臭或是髒 我從中午十二點到現在時間是晚上十點都還沒吃東西 雖然現在吃東西會胖但是我真的太餓了忍不住 一定要買東西去吃 剛好他樓下就有一家便衣商店 我今天吃這個好了 跟大家說我跟文章其實超愛吃7的牛丼 跟大家說我遇到有在看我頻道的人就是他 他還跟我打招呼 而且他也是為了看演唱會來了 我本來想說我自己人吃牛丼 吃這個這麼孤單寂寞的東西 有人跟我一起吃真的太好了 而且剛才櫃台還跟那個其他的 就是也是住在這邊男生的訪客 他們就問說欸怎麼好像很多女生 然後我就聽到關鍵字他就說 阿拉西 阿拉西 而且他放這個放這個 我剛才一聽到整個都嗨起來了 嗨一發 等一下喔我先把這個牛丼處理一下 好了好了 第二 你建議沒有美肌嗎 雖然我也很醜 你建議嗎 不建議我完全不建議 剛才我跟櫃台說我要換到 跟我有看我頻道的觀眾的同一間房間 然後他就幫我換房間了 換到了這個房間跟剛才那個房型 完全不一樣 剛好可以拍影片跟大家介紹 他這個就是比較類似那種 膠囊旅館的感覺吧 那為什麼我現在可以講話講那麼大聲 是因為這個整個房間裡面 只有我跟觀眾兩個人而已 剛才先進去把那個燈打開了 然後呢 進來的時候 他最原始的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 床是弄成這樣 然後應該是要先把床整個拉下來 喔 床弄下來之後就差不多是長這樣子 那我現在已經進到膠囊裡面了 其實他這個房間也沒有說很小 差不多滾一圈的程度 然後裡面也是一樣有一個枕頭 然後還有枕頭套跟背套還有棉被 可是換到這個新的房型跟剛才那個房型 比較不一樣有一個缺點是 沒有地方可以放行李 我本來還沒有換的那個房間 它是有一個很大的空間讓我們放行李的 可是這個房型就沒有 所以要是行李比較多的人的話 可能比較不適合住這個房型 我已經住了一個晚上了 現在是隔天早上要離開這個親女之前 那在這裡跟大家統整一下我覺得這間親女的特色 還有值不值的推薦給大家住 如果滿分是10分的話我會給8分 那最主要我覺得他好的有幾個點 第一點就是他非常的時尚 然後又便宜 非常的適合小資女 我一開始就是為了拍影片在找住宿地 然後就找到這一家 就是我住一個晚上才2000多而已 然後他的大廳又超漂亮 我覺得非常的適合這種要拍片啊 想要分享給大家的人 所以我就訂了 那來了之後也覺得沒有讓我失望 他很漂亮 然後還有他的每個小膠囊裡面的房間的附地很廣 在整個舒適度上面我覺得是很夠的 第二點想推薦給大家就是 我覺得這間親女非常非常乾淨 雖然乾淨這件事情在日本有點像基本要求 還是覺得啊感謝親節人員幫我們打掃啊 然後也是很感謝這裡的旅客 把這個環境的維持得很好 那也代表這裡的旅客素質比較高 就是比較不會大聲喧嘩吵 也跟大家講一下這裡的缺點 第一點就是我覺得他的交通比較沒有那麼不方便 雖然他也是在雜謊的大站 Sitsukino 可是從車站走到親女差不多要走個8分鐘 然後因為路上比較空曠也沒有什麼電 比較不建議大家在晚上走 因為比較暗也沒有什麼人 我昨天晚上是9點多的時候到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 我覺得有點恐怖啊 然後第二個點是他的牆壁比較薄 所以可能會聽到隔壁房間的人在講話這些聲音 那如果是對聲音比較敏感的人 可能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我自己是不會啊 就是睡得很好 好那以上就是我對這家青年旅館 Lostate Sapporo的一日住宿體驗 那希望可以幫助之後想要來雜謊玩 但是又沒有這麼多資金的人 希望你們如果來住的話也會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我剛好遇到一個觀眾 是這裡的員工耶 嗯 今天晚上傳 Instagram 訊息跟我說 他在這裡上班 然後今天早上的話可以就來拍照 可是超開心的 沒有想到這裡會有台灣員工 而且這麼剛好被我遇到 歡迎大家住了State Sapporo 在博業 有一點遠 很廣告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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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掰掰 放棄稿